1845年,大英帝国统治下的爱尔兰,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,然而英国政府却默然待之,结果导致恶死很多人,令爱尔兰人心寒不已。 独立运动从此开始,在爱尔兰独立运动史上,柯林斯是个无法绕过的领袖人物,他所创立的游击战曾令英国人胆战心寒,推动了爱尔兰独立建国运动发展。 然而,他也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,有的爱尔兰人,将其孙称为国父,而有的则认为他背叛了爱尔兰共和国。 1890年,柯林斯出生于爱尔兰一个农民家庭,少年时期,村中一位铁匠对他影响很大,经常向他灌输民族主义思想,渴望爱尔兰能早日脱离大英帝国统治。 16岁时,他前往伦敦投靠姐姐,并谋了一份邮差的工作,不久加入了爱尔兰秘密独立组织,爱尔兰共和兄弟会,开始走上为国家独立奋历程。 柯林斯第一次为人所知,是组织了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,但是这场起义已失败告终,他也被英军扔进大牢。 在狱中,柯林斯反思了起义失败的原因,认为爱尔兰缺乏统一的军事组织。 当年年底,柯林斯预设出狱后,与人创建了爱尔兰志愿军,后当上了军事指挥官和情报总长。 在柯林斯努力下,爱尔兰志愿军建立起一个庞大情报网,在英国警察和军队里安插了不少间谍,多次截获重要情报。 1919年,爱尔兰独立战争打响后,志愿军改编为爱尔兰共和军为独立运动大搞暗战。 为了有效打击英国人,柯林斯组建了爱尔兰共和军飞行游击队,由多个高度机动的游击战分队组成,专门刺杀都柏林大都会警察部队的特工和其他英国间谍。 他所创立的游击战术后,被无数革命者所推崇模仿,但也被恐怖主义分子视为教条,由此他被视为现代恐怖主义运动的鼻祖。 在一系列暗杀行动中,柯林斯所表现出的冷酷无情和坚韧不拔,令英国人板战心寒,为扭转不利局面。 英国政府调集兵力前往镇压,但根本无法消灭柯林斯领导的游击队,往往出动军队前,他已掌握英军全部形成。 在柯林斯游击队不断打击下,战争打了两年后,英国人决定与爱尔兰人进行和平谈判,柯林斯被新分党推卫谈判者,经过艰难谈判,双方达成一个折中方案。 南部26县郡自治,但北部6县郡仍归因帝国统治。 消息传回,在新分党内掀起轩然大波,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,包括新分党主席德瓦利拉军表示不能接受条约,指责柯林斯是诺夫和叛国贼。 而柯林斯则认为,条约是目前爱尔兰所能征得的最好结果。 爱尔兰议会最终表决批准了该条约,但随后新分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分裂成两派,反对条约的部队保留了爱尔兰共和军援称号,而拥护条约的部队则改称为爱尔兰自由国军。 双方于1922年爆发激烈内战,柯林斯成为自由国军总司令,并将爱尔兰共和军打得节节败退,对手于是决定将其暗杀。 当年8月20日,柯林斯在视察家乡柯柯郡期间,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。 年仅32岁,柯林斯遇难。 26多年后,爱尔兰共和国脱离英联邦宣布永久中立,一年英国承认了爱尔兰独立。 但是,从柯林斯死后,一直以来,北爱尔兰都有人为南北统一而战斗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